两岸直航航线许可登记 传播运动业者要经营两岸直航航线的时候 必须与MTN二代的服务平台 去申办两岸直航的公司航线 及航线及两岸直航的航线 两张许可证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介绍 怎么去申请这许可证的一个申办作业 然后这个功能的话是在业者资讯管理系统下面 在本国业者管理纸系统有一个两岸直航公司许可证作业里面 点选两岸直航运营许可 那一般来说的话是传播运送业者去做一个申办动作 那这个传播运送业者这边申办的介面的话 它是针对两岸直航的公司跟航线部分 同时做一个申办的一个作业 那我们选择航线类别 假设我们以最常见的一个两岸直航固定航线来做说明 你说先选择我们要经营这个两岸直航航线的公司资讯 那航线的地区 那选择这个两岸直航我们这一个航线 以阳明海域来为例的话 它要制定一个代码资料 公司的一个字机可以辨识一个代码 输入航线的班旗单位 那选择行进港口 以国马作为关键制售搜寻 再去选择其他的一个港口 那选择完成之后呢 再选择要营运的一个船舶资料 设定说它原本这次要传播的一个原本航线的一个所属的资讯 那到这个步骤为止 就已经完成了公司的一个 两岸直航的许可证的申请作业 及航线的一个申请作业 然后在上传相关附件之后呢 就可以完成整个申办程序 然后在上传相关附件之后